那王浩大哥 现在看起来香港的一国两制 已经直接一国一制了 那以这样的法令跟民主的机制来讲 过去香港有一些人嘲笑是亚洲洗钱中心 那特别是香港是中国大陆 红色帝国富二代富商第一波洗钱的基地 洗钱都是有这个金流的 孟晚舟被抓到的香港的案子也是 他这个其中一个子公司 那违反了伊朗禁运 就是说跟伊朗有往来 那核心是抓到了账户的金流 所以于是将来假设香港所有的账户 所有的民主自由的机制 通通都让中南海的手伸进来的话 首先第一个香港的钱都会跑 第二个香港任何本地持有的港币也都会跑 那过去包含很多台湾人 很多台湾富商 比方说郭台铭或者蔡英明这一类 在香港在新加坡有个几个账户都是正常的 为什么因为他免税 然后他好国际调度 那恐怕未来以这一个逃犯条例一旦落实的话 香港这样的免税天堂也可能会改变 而他的金融中心金融位阶乃至于帮红色帝国洗钱的功能都会弱化 对因为香港之所以这一百多年来成为这个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 一个很最重要的原因是香港有一个英国法制制度的保障 那他这个法制制度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无罪推定 然后是Due Process 就是一个要有一个基本的程序正义 一个程序正义 但是中共的整个法律观念是党大于法 有罪推定 不在乎程序 那最近在香港有两个重要的案例 就是一个是所谓明天系的领导人肖建华 被中共从香港四季饭店绑架回北京 直接押人走人 他本来住四季饭店的那种总统租室的公寓 然后他请了一大堆保镖 结果中南海的公安还是可以直接把他押人 押回去中国内地来审判 对 肖建华明天是他是中国一个非常有钱的亿万富翁 富可敌国的一个 但是呢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得罪了中共当局了 那他长期就是躲在香港 他也知道中共当局不喜欢他 所以他很长时间都没有回中国 但是中共为了抓他就派人到香港把他绑架了 然后绑架了抓回中国 现在已经有两年多了 而且他现在生死不明 两年多他没有审判他 他现在还没有起诉他 也没有审判他 也就是说中国是完全一个没有法制 没有这个法律的这个正当程序的一个过程 就是你把人从香港绑架了 而且是没有经过所谓这个香港本地的法院 甚至没有经过香港政府统一的一个公开程序 而是一个秘密绑架的状况 把他绑到中国 中国关了两年多也没有审判他 也没有公开起诉他 这种是这种事情 而且他是一个不是一般老百姓 他是个有钱人 而且是亿万富翁 你都能够这样的话 那一般老百姓的人权保障到哪里去了 对吧 那当然我们还知道另外一个有名的案子 就是铜锣湾书店的状况 也是铜锣湾书店的这个主人和他的经理和他的员工 很多人都是在香港也是被绑架去 他这个书店只是因为他要出一些 关于习近平的个人的这个逆新的书 这种书在香港是一种新闻自由 出版自由的这种状况 竟然被中共派人把他们绑架去 到中国强迫认罪 也没有一个很正当的法律程序来审判他们 简单的讲 年代向前看这个节目 如果在香港播放 本人头黑地黑 一定被压下去关 还好我活在台湾 所以台湾千万不要变香港 所以送周一过了之后 你就不能去香港 按照中共的标准 就是你没有办法 就是你没有办法的标准 对啊 红楼湾书店的老板的标准 我陈林冠都比他还愉悦 是因为台湾这个2300万人 有将近1800万人是有脸书的嘛 你在脸书上随便写一个什么东西 像李明贤那样 他就无缘无故就把你抓起来给你判了五年徒刑嘛 然后他根本也没有去中国做任何活动嘛 那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按照他现在这个送中条例通过的话 任何台湾人不小心经过香港 中国政府以你在台湾的行为说 你是有台独嫌疑 你是有这个危害中国的安全 你在台湾鼓吹台独 我要求香港政府把这些人给我送回北京去审判 就可能发生了 所以这个情况是完全突破了香港的这个自由法治的底线 所以才造成这个100万人上街反对这样一个状况 香港这个周末反送中超过100万人走上街头的抗议 那最大的这个导火线本质是逃犯条例 逃犯条例一旦过关的话 那确实香港内部 这个未来政治经济民主的处境 都非常的堪忧 那以美国的跟香港之间的香港关系法来讲 这个老美到底还要不要继续给香港 独立关税的优惠的这样的地位 就是一个大问号 那如果老美把香港视之为一国一字下的香港 香港跟深圳跟上海没有任何差别的话 那老美的关税战 比方说叫川普的进度 6月底G团体之后 25%关税是不是全面生效会告一段落 那香港以后这个货出去 那是不是也都是25%的关税 那25%的关税吃下去 香港港股港币乃至于这一个非常高昂的房价 真的吃得消吗 我们看一下彭定康怎么说 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了很多人在香港 在背景的共产营的决定 在北京的共产营 人们都知道为什么 有没有一个处理的处理 对中国在年轻的处理 对中国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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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处理 对中国的处理 是没有 為何國際商業、公司、公司、公司 提出了他們的答案是很簡單的 因為這些計劃是 把法律的法律與香港的法律 和法律的法律 在共產黨的法律中 好 汪浩大哥剛剛看到的是 彭麗康對於香港未來的 國際經貿金融中心的位置跟前景 非常擔心 那這包含離岸人民幣 這兩天看到6.95持續貶值 那貿易戰開打的同時 港幣乃至於香港關係法當中 香港的優惠關稅都會變成工房的戰場 剛才的那一段評論 我認為是非常的恰到好處 針對香港現在的情況 就是最本質的一個問題 就是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維持 最重要的就是香港有一個法治 有一個不同於中國共產黨 以黨黨大於法的這樣一個制度 就是中國共產黨它本質上是不相信法治的 它公開的說我們是黨大於法 是共產黨決定一切的 所以這個是最本質上所謂上海金融中心 就是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 不同的地方嘛 之所以大家要在香港投資 要維護香港的這個股票中心 香港的債券市場中心 香港的外匯市場中心 香港的商業中心 還不是去上海 就是因為香港是一個有法治的地方 而中國是一個沒有法治的地方 如果香港這一次這個挑例通過的話 送中條例通過的話 那香港法治的一個基本防線就破掉了 香港的法治就跟中國的法治沒有本質的差別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沒有一國兩制了 不需要兩制了 就是一國一制嘛 那如果要一國一制的話 如果這樣連港幣也不需要了 對啊 就統一用人民幣了 就用人民幣就好了嘛 就是香港人民幣化 香港這個深圳和香港 就香港深圳化就完了嘛 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當然現在這是香港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生死存亡的問題 那麼這個問題 不光是說香港將來 美國還給不給香港一個特別的關稅 特別關稅區的這個優惠 去還是本質上是 國際上還認不認為香港是一個 不同於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 然後香港人民能不能保護自己的 最基本的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 所以這個最後 最後就不是一個錢的問題 就是我是一個基本生活方式的問題 那問一下視聰 所以這幾天郭台銘在打的 反的是望中 他一方面反送中 一方面也跟著反望中 對事實上這個 那個場景啊 這個103萬人的香港人民上街頭 我相信很多台灣人都印象非常的驚訝 因為為什麼 我覺得證明了一件事 沒有什麼叫做經濟100分 政治0分 沒有這件事情 沒有政治的你經濟什麼都不是 為什麼這樣說 我簡單的跟大家回想一下 2003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50萬港人上街頭 中國當時的執政是胡錦濤 他知道說香港人可能對於這些問題 有相當多的意見 所以他那時候定了一個叫做SIPA 也就是說 關於中國大澳跟港澳更緊密的貿易安排 然後讓很多的這個中國大澳民眾 自由行進到香港去 對 大幅讓香港的經濟完全從此大幅的翻轉 跟過去不一樣 而且2003年香港SARS很嚴重 對 中南海浪力給香港 對 那浪力給香港呢 中南海在鈔票上浪力 但是在政治上就可以更緊縮 對 這就是所謂的經濟100分 政治0分 那我就靠著 我就靠這樣子嘛 慢慢慢慢的緊縮你 你不要的話 我就緊縮你的經濟 我跟你講 全世界最愛拼經濟不是台灣人 是香港人 香港人是全世界最愛賺錢的 最搶錢 那我們台灣每一天成交量 很多都是這個股票 那在香港 成交量最多他們叫渦輪 就是權政啊 他們賭得很兇啊 所以他們其實是最愛拼經濟的一群人 他們現在也都是 他們現在也感受到了 沒有了政治經濟什麼都不是 為什麼 你看如果假設這個方案通過之後 現在美國要挟什麼 你未來的關稅地位 可能會被取消掉 那你未來的金融中心都沒有了 這過去香港的奮鬥了 100多年來的成果完全不見 那你要這些 你經濟只是短期的利益 但是你喪失掉了政治 是完全全的被滾滑走 中國大陸為什麼這樣做 很簡單嘛 今年中國大陸提出一個最重要的政策 就是粵港澳灣區 粵港澳灣區裡面來說 就是希望把香港融進去 這個粵港澳灣區裡面 所以它一定是 要讓香港的地位慢慢的不見 甚至消失 沒有那個獨特性 它就能夠融入這個香港的灣區裡面 再者 現在如果你整個中國大灣區來說的話 以前香港的經濟是遙遙領先深圳 現在已經不是 今年第一次深圳的GDP贏過香港 所以現在中國倒有底氣啊 不是 現在已經不是到了 這個我可以 以前你現在經濟完全都依賴我了 而且我的經濟已經贏過你了 我再也不要去依靠你什麼 所以我可以直接大大正大光明的 把你納入我的版圖之中 所以我才說經過這樣子 這一次的這個 所謂送中的這個條例通過之後 我覺得我們對香港的這個前途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憂心 因為整個這個 從他們整個佈局 灣區的佈局 那個粵港澳大橋的完成 那全部都是為了要把香港 框在中國的這個框架裡面 這已經非常明顯了 那我問你這對台灣的總統大選 有什麼影響 當然會有影響嘛 傷誰 一定是韓國瑜嘛 中聯辦 只有韓國瑜嗎 我覺得韓國瑜是最傷 郭台銘有沒有傷 我覺得韓國瑜 還是郭台銘趕快切割 反送中 反旺中 當然 趕快兩個一起反 對 我覺得這個郭台銘 在這一次來說 他危機處理非常快速 這個不像是他團隊做的事情 這應該是郭台銘 自己本身做的一個決斷 而且你從網路大數據 你都看得出來 台灣人保證是 反送中也反旺中 對 沒錯 而且尤其是 你只要講到 一國兩制這四個字 鐵令在台灣是票房毒藥 那你在連結最深的是誰 當然是韓國瑜 因為他進去了中聯辦 事實上 我們當初在他進中聯辦 你就說 這個絕對是他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敗筆 結果果然沒錯 這次的這個 103萬人的港人出來之後 大家都看到這個畫面 大家會聯想到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 大家想到 只有韓國瑜進去過 這個中聯辦 當然對他最傷 所以 你看 郭台銘第一時間來說 我就勸他不要去 至於有沒有這件事 但是大家不知道 韓國瑜說沒有這件事 但是你就知道說 郭台銘他自己也知道說 這個一國兩制 在台灣絕對是個票房毒藥 那這也 其實這也 這也是再證明說 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沒有所謂的 政治 零分 驚奇一百分 沒有這種事情 永遠政治是 你只要一退讓了之後 你就慢慢慢慢的 會被對手 步步進逼 好 那我理由 郭台銘幾乎連打 一個禮拜參演名了 郭台銘這種打法 可以墊高自己嗎 我覺得當然 你可以看到民調 他現在已經開始在拉近了 我覺得他不見得是說 郭台銘已經看透了 要打韓國瑜 先打蔡衍明 當然是這樣子啊 而且以及極力壓縮 極小化蔡衍明 才有可能爭取到初選的勝利 因為說實在 他這個韓國瑜的背後 就是蔡衍明 他們這些寒天集團在拱他嘛 然後是不是有 中國到更高階 我們不知道 但你可以看得出來 打 當然打 後面的真正的常進人 是誰嘛 所以才是說 你們這個就是 所以張俊豪打中聯辦 郭台銘打 蔡衍明 對啊 那誰是傀儡 誰是老大 就是現在雙方就是把自己的打 底牌掀出來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大選 這個議題繼續發燒 假設這個香港 612真的 這個明天他們罷工 或是說整個香港人 上街頭 這個絕對會影響到台灣的總統大選 這是一定的 因為香港就是台灣的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而且很多人 就在座各位 我跟大家講 像我已經兩年不敢去中國大陸 為什麼 因為我們常常在題目上講中國大陸的事情 對 如果你有一天我們也不能去香港 也不能去澳門的時候 那當然是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大的損失 這個對香港也是非常大的損失 所以我才說 所以我才說 這個議題絕對是 今年總統大選一個最重要的議題之一 那是說 所以很多避險基金投機客 正在瞄準港股跟港幣做空 對沒錯 事實上現在國際上都在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香港從1983年開始以來 成立的所謂的聯繫會率制度 到底會不會崩潰 我們先給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聯繫會率制度就是說 香港政府保證 港幣對美金的兌換區間 大概是7.75到7.85之間 高或低的話 香港政府都會進行一個干預的動作 那為什麼現在國際會開始擔心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事實上是 香港為什麼能夠成為 國際進程中中 中心最重要的一個根據 就是因為你有聯繫會率制度 那聯繫會率制度保證之下 我錢放在這邊我不會有貶值的問題 而且它的會率政策是緊盯美元的狀況 但是今年以來有非常大的不一樣 為什麼這樣說 香港它的經濟是跟著中國大陸走的 所以今年中國大陸經濟好不好 不好 那美國呢 美國是很好 所以他們現在兩個會率 兩個國家 兩個地方的經濟表現不一樣的時候 但是美國在升息 香港能夠升息嗎 香港名義上它是跟著中國大陸 跟著美國升息 但是銀行運作不是這樣 銀行運作還是要看 當地實際的借貸的狀況 所以現在的狀況是怎樣 美國那邊的借貸是非常的穩 非常的積極 所以美國的銀行實質利率是比香港的實質利率高 這樣會出現一個什麼狀況 出現一個狀況就是我把錢從香港借走了之後 我把錢存到美國去 這樣我是不是可以賺中間的這個利差存在 所以現在錢大量的在往 從香港大量的在流出去 流到這個美國的這個市場 那逼了什麼 逼了香港政府就要把他手中的這個美元拿出來賣 所以現在等於是說 他現在美元慢慢慢慢的浩劫 枯竭 那等到他沒有美元的時候 中國大陸要不要出手 如果中國大陸又不出手的話 那香港的聯繫位率就撐不下去 撐不下去的時候 香港整個金融地位就會出現非常大的重創 所以為什麼現在很多人在準備狙擊這一點 尤其是大家都在等著看 那這個是不是複製1998年金融大二所羅斯 放空港幣港股的這一個劇本 對 一模一樣 但是這一次的勝算比較高 為什麼這一次勝算比較高 因為當時亞洲金融發報發生了沒有錯 但是當時他們進去這個狙擊香港的時候 中國大在後面撐著 因為中國大有多少這個線 有多少美金 他就要守住這個聯繫位率制度 他可以守得住 因為當時只是某些特定的人 在撤出香港的資金 但是這一次不一樣是這樣 如果這個送中條例過關的時候 這一次撤出香港的資金會非常非常的多 對 現在你要看說 中國大會為什麼要去守香港的聯繫位率制度 現在沒有任何的意味要守 為什麼要這樣說 97年當時 香港是中國大會最重要的對外窗口之一 所以你可以看到 之前的中國大會金融的改革 他把很多國家銀行放到香港去上市 騙老外的錢 然後我去拿回去改革我自己的國家金融體系 他把很多重要的公司都拿到香港去上市 騙老外的錢對不對 比如說你看 現在中國大這個香港成分股裡面最重的幾個 全部都是來自中國大會的騰訊 或是中國大會的這個電信公司 或是中國大會的銀行公司 所以過去香港對中國大會有非常高的價值 所以他一定要守 無論如果他要守住這個聯繫位率制度 現在有沒有這個必要 如果香港有一天他守不住的時候 我必須要從我的中國資金 又要去頒美金來守你的聯繫匯率制度 中國大會會願意這個樣子嗎 所以剛才明老師不是講到 他是一個突破點的確是一個突破點 但是一旦突破了之後 中國大會要不要去守這個聯繫匯率制度 如果不守的話 香港可能這個匯率會開始快速的貶值 或是怎樣的狀況 這個可能會引起香港經濟非常大的一個動盪 所以我才說嘛 現在的確為什麼很多金融大額他準備看 因為其實他們都不看好 這個送中條例一過 很多我們講嗎 就算沒有送中條例 香港的金融位階也逐步的被中國大陸上海替代 然後大灣區一路進去 深圳其實背後還有製造業跟科技業的製造基地 香港還是個空殼 香港真的是個空殼 它就金融跟地產業 對啊沒錯 如果不能做國際金融生意 那個土地不值錢啊 那個土地憑什麼跟金門外島啊 有天壤之別的價差對不對 所以香港這一個小島可以值錢 土地可以值錢 很大的核心是它的國際金融跟國際經貿的地位 然後是國際的關稅特殊的優惠地位 沒有的話它跟任何一個莫名其妙的無人島都一樣 對所以我們才說嘛 事實上這一次這個動作裡面 你可以看到我蠻贊同剛才 汪老師跟明老師講的 就是很顯然習近平是真的想要跟美國 有點像國際 都是要切斷國際關係 否則香港就是個國際的地位 你現在把它弄成這個樣子 就擺明你是想要讓香港 這個國際地位消失掉嘛 那到底你是什麼樣的一個用意 所以我才說嘛 因為為什麼香港的存在 所以現在國美中開戰的金融戰場就在香港 香港的存在對中國大陸內部也是非常大壓力 因為香港媒體自由開放 很多民眾會到香港去玩啊 他看到香港的這個狀況 無形之中 這個對中國大陸的統治階級 也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大家可以看到 香港百花齊放的言論什麼什麼之類 他們可以去那邊買禁書 什麼這個對中國大陸來說 其實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中國大陸一年到香港的人數 有高達六七千萬人 很多中國大陸的民眾 大概過幾年之後 他們全部都去過一趟 這個對他們來衝擊大不大 這個衝擊也很大 尤其是中國大陸要置外於全球的經濟發展的時候 香港是這樣一個 有點類似火光燭光在那邊的時候 中國大陸會不會覺得很刺眼 我覺得這個某種程度來說 也已經反映 這次這樣做 其實也可以反映出 習近平他們內心害怕的點到底是什麼 好 我們稍後立刻回來 美中兩個霸權之爭 那最終老美的接二連三的手段 在實質的產業面跟經濟面都在掏空中國 然後同一時間在國際跟地緣政治上 美國人打台灣牌跟香港牌 可是香港的逃犯條例也引來香港內部很大的反彈 不只是香港內部 它應該是引起全球的一個這個動態了 我想這個台灣那時候觀眾 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 台北也好 或是中南部一些大都市也好 在街頭呢 聽到廣東話幾率越來越多 對 大家有這個感覺 不管你在捷運上面 在超市裡面 在公園甚至在街頭 你都會聽到更多廣東話 我看一下都不是說 這個來玩的廣東人多了 或香港人多了 而是移民過台灣人真的增加了 我們看到那個數字 那你剛剛問到說那個逃犯條例 這大概是現在最熱門的事情 逃犯條例說白了就是一個引渡條約 那香港人不把它叫逃犯條例 香港人把它叫送中條例 理論上送到中國去 但你一聽諧音就是送中條例 簡單說就是有香港人或是外國人犯了法 到了香港之後呢 可以被引渡到大陸去 好 那包含哪些罪名呢 我把它的條文看一下 包含46下 我就不能全說了 挑幾個重要來講 第一是判辯罪 第二是煽動種族犯罪罪 不曉得台獨跟港獨算不算種族罪 這還不知道 第三呢 金融犯罪 那金融犯罪裡面 這個香港商界最關切像叫什麼呢 他說賄賂罪 大家說香港商界賄賂大陸官員 不過香港商界說我們是被被賄賂罪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是真的賄賂 但對方跟我要錢 我不能不給 所以我給的時候我變成賄賂了 這叫賄賂罪 那再一個叫防害司法罪 最近不是戰中九指 就是雨傘運動要抓嗎 用的呢 就是防害司法 所以理論上這些人可以引渡到大陸去的 再來一個 這個我們台灣人要注意 霸擊罪 霸占飛機 霸擊罪可以被遣返 對不起 它可以去引渡的 再一個是出入境的證件有問題 它可以被引渡 再一個很可怕了 非法使用電腦 什麼叫非法使用電腦 這很難界定 對 這要慢慢看 那爬牆算不算 剛剛不是講翻牆算不算 算 算 可以算 那就是看它的這個 最後那個細節 可以怎麼訂出來 再來當時稅務問題 你可以想像到的 還有一個走私文物 你在這個大陸街頭 買了一支玉琢 然後到了香港之後 一建立犯的說 是漢木挖出來的 超過一百年是文物 理論上你可以出問題的 再一個 這很多人要注意的 性犯罪 包括強奸罪 所以我就是46項 我就列了10項 大家就曉得說 這裡面可以有很多問題 好 那麼台灣人 哪些可以被引渡大陸呢 我講一個例子 李明哲是一個案子 李明哲不是被引渡過去的 李明哲是因為在台灣 在電腦上面 跟大陸的網友通話 然後提了很多有關民主化的建議 因為他本身對熱愛民主自由 人權法治嘛 所以提了很多民主化建議 然後寄過一些書給大陸的朋友 然後也曾經發聲了 或採取動作支持 出來遊行或什麼的支持 就到大陸去 突然失蹤被抓了 然後現在已經兩年多 鬧得也很大 第二是林荣基案 香港的銅鑼灣書局 銅鑼灣書局之前已經出過的事情 他的股東像什麼李波啊 什麼的都出一些問題 那麼林荣基的問題在哪裡呢 林荣基是在香港被抓的 被抓了之後去大陸 然後最後呢 出來說什麼什麼的事 那如果嚴重點的話 那比如說我剛才才確定的這個名字 我們有個蠻漂亮的女明星 叫做徐瑋寧 她在那個臉書上 還是什麼地方 按了一個什麼東西 按了一個讚 然後被貼上台獨標籤 對 然後呢 她就出來道歉了什麼等等 所以理論上 她到了香港之後 可以被引渡 理論上是因為 那慘了 那我們在座每個人都可能入罪 我看你最快 因為你最多 我最黑 還有一個周子瑜 對不對 台獨藝人什麼等等 然後做過什麼事情 所以分了國土嘛 所以香港人為什麼怕呢 因為這個事情 直接破壞一國兩制 那一國兩制當年是這樣 因為它保證了司法獨立 香港用的是普通法 普通法有基本精神 叫做無罪推定 但它錄的法是有罪推定 你不管怎麼 我先抓起來 然後再慢慢研究說 你有什麼問題 所以叫有罪推定 我看過很多那些審訊對話 那那個人說被抓人說 你為什麼抓我進來 警察說你沒有問題 我怎麼會抓你 我們不是 我們是先假設他無罪 然後把他臉打馬賽克 然後說詳細問 問完之後再決定你怎麼樣 大陸是先假設你有罪 然後再怎麼樣 所以香港人覺得說 人權自由各方面受到很大影響 但是呢香港在這個英國過去統治的時候 它不是這種感覺的 香港其實我們準確地說是一個沒有民主 但是有自由的社會 它這個你在香港住過嘛對不對 有經濟自由 有言論自由 大家看香港過去的書報攤 繁榮到什麼地步啊 包括當時台灣有很多 那時候我們還沒有 禁書 對很多禁書 我們還在戒嚴時期還沒有解嚴 很多東西不能發表的 看不到的 很多人跑到香港去發表 所以我們當年真的是在香港很多刊物上面 看到一些有關台灣一些比較隱密的東西 這樣才擴充了我們的這件文 所以言論自由現在受到影響了 行動自由受到影響了 然後過去香港有人身安全 有人權保障 那現在呢都可能受到這個 都受到衝擊 香港我剛講說過去呢 是一個沒有民主但有自由的社會 香港有這些自由 這些自由靠什麼東西呢 靠英國的法律的保護 那麼大家都曉得 中共呢 我們宣稱是一黨專政 大家可能不太曉得這件事情 中共大概在十來年前呢 發這個 人民日報上有過一場很大的辯論 就說黨比較大還是法律比較大 我們看起來是一個常識問題 當然法律比較大 任何政黨必須守法 但大陸變得到最後結論是 政黨比較大 就共產黨比法律要大 所以共產黨靈驕於法律之上 然後香港人呢 雖然沒有真正的這個三權了 他因為他們老百姓沒有參政權 但看起來像是一個三權分立 中共的領導人包括習近平自己 到香港幾次呢都說 我們不接受三權分立 我們提供什麼呢 三權共濟論 行政立法三權互相幫忙 所以簡單說到最後就變成一個權力 變成行政權 那麼一旦行政權獨大的時候 這就是我們最害怕的地方 所以西方的民主政治 還有一個基本理念認為說 政府呢其實是會害人的 政府會欺負老百姓 政府當然會幫大家做事情 我們希望政府幫大家做事情 但是我們更害怕政府傷害老百姓 這就是人權條款的基本核心 不希望公權力傷害老百姓 那現在呢 這是一個可能都變掉了 那對香港人來說呢 我們講了半天一國兩制說 五十年不變 那現在變了 我們看鄧小平當年說過什麼話 鄧小平當年是這個 香港回歸的主要推手 也是中英談判最重要的靈魂人物嗎 對 他在這本這個 我今天特別帶來嚇人 鄧小平溫選 鄧小平溫選第三卷 七十幾頁裡面他講說五十年不變 他說我們在中英的協議中說 五十年不變就是五十年不變 我們這一代不變 下一代也不會變 到了五十年以後 大陸發展起來了 那時還會小裡小氣的處理這些問題嗎 所以不曉擔擔心變 變不了 這就是五十年不變的由來 那明老師剛剛講到 當年香港的回歸 一國兩制 鄧小平承諾五十年不變 為什麼是五十年 大家都覺得說五十年了就是隨口給的 其實不是 因為當時有人問過說 為什麼不是一百年 為什麼不是五十年 他們算過 五十年就是十個五年計劃 十個五年計劃 從什麼時候起算呢 一九八五嗎 一九九七 一九九七才歸還 八五是談判嘛 八四八五談判 九七年起算就到二零四七年 換句話說 大家看到那句話 到了五十年以後 大陸發展起來了 那時候還會小裡小 就是這個問題嗎 大家一直以為五十年是給香港的 不是 是給中國的 五十年是給大陸的 那二零四七之後 就回應到白邦瑞 二零四九百年馬拉松 中國要稱霸了 對 但他說大陸發展起來了 那是還會小裡小氣的處理這個問題嗎 現在給人的感覺就是 你還沒五十年 你覺得你發展起來了 就已經不小裡小氣的處理這個問題了 是不是這樣子 那麼一國兩制我們說變了 變在哪裡呢 第一個是2003年的基本法二十三條 基本法二十三條是這樣說的 香港要自行立法 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 煽動叛亂 顛覆中央政府 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 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 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 禁止香港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 與外國的這些團體建立聯繫 所以我們現在講的話 都是顛覆中央政府的行為 只要這個法一通過 二十三條一通過 我們經過香港都可以被抓 真的 就真的是這樣子 那我以後不去了 那這是第一個 就是基本法二十三條 基本法二十三條 前一陣子又拿出來講過 但是後來沒有什麼下文 但是如果說這個 這個 我們說 送中條例 如果通過的話 然後再來這個二十三條呢 就有可能會過 因為它會一連下來的 這第一個大家覺得變化的地方 第二就是 原來是香港推行政治改革 但它的制度是政治改革 基本合建叫雙普選 也就是特首普選 然後這個立法會議員普選 最後呢全部落空 第三呢言論自由呢 開始收緊 第四呢房價物價 開始高速開始快速上漲 所以香港人呢 不但生活困難 他覺得說行動言論自由 乃至思想都受了很多控制 然後現在教書很多地方呢 又教大陸這些東西 所以對這些人來說呢 他們就壓力很大 那大家說中共為什麼這樣做呢 很簡單 大家看看這本書就好了 這本書叫《九評共產黨》 大家去看就曉得說 中共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一句話說明就是 中共認為權力抓在我手上 抓得越勞抓得越多 我越安全 所以對它來說 放權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那麼香港其實我們當年建議過 如果真正一國兩制要做得好的話 它不但應該成為經濟的一國兩制 它應該成為政治的一國兩制 拿香港來試點普選呢 或什麼建選或止選呢 其實中國將政治發展是有好處的 當然看不到這點 它收緊之後呢 將來危險就越來越高了 那現在送中條例出來之後 各國反應非常激烈 那剛才你簡單提到了 美國 一旦美國如果說 我認為你這邊通過 對這次影響很大的話呢 那我要修改這個香港關係法 那我補充一下 因為5月10號 川普發推特科25%的關稅 大家都只注意關稅 川普5月6號還有發一個推特 那他在不爽這個香港的送中條例 而且呢 美國鷹派的聲音就說 送中條例敢過的話 香港的優惠關稅的香港關係法 就直接砍 所以呢 5月6號的時候呢 因為5月10號的關稅的新聞 掩蓋了其他的這個 川普的推特的新聞 事實上5月6號 川普對於香港這一個議題 是明確的表態的 而且我們不要忘記 我們上一期也講過 我們說川普進行嚴蔽性行立過 他講完之後他會去做的 所以最後呢我想最後一件事情 我希望呼籲台灣人關稅這件事情 因為他真的也會影響到我們 我們進出香港非常多 這種一旦通過的話呢 真的直接影響到我們的安全 那我們有很多人到香港呢 也被大量遣返過 大家也都知道的 所以如果可能的話 台灣的民眾啊 要打電話寫信發電子郵件 給我們的立法委員 敦促他們注意這件事情 他們應該採取某些行動 至少跟國際要平行行動 如果可以的話呢 寫信發電郵給美國的國會議員 給歐洲的議員 簡單說我們堅決反對一國兩制 那讓他們知道 一國兩制我覺得真正問題 也不在兩制在一國 如果那一國都好的話 那根本就不是問題了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想最後農曉節 請台灣的朋友們呢 多多關注在台灣的香港朋友們 好 我們稍後立刻回來 好 我們稍後立刻回來 好 我們稍後立刻回來 謝謝大家 你們謝謝